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聽 逢星期一 跟你說電影 今天是星期二 又是時間緊迫之下 又是時間緊迫之下 無所謂的 大家都已經預料了 這個星期 大家的一點 我自己有件事想說 就是 我們 我們經常想去的阿浦泰 終於就 跟黃店 割席 我上網看 應該就不是流 記得對上一次 跟 黃色經濟圈 割席 就是 某餐廳 因為 其實我覺得 雙人 做到生意做 差不多 就會變成一個雙人 很難去 又要 有立場的生意人 不是那麼容易做 我自己說 就算不要說生意人 有一個有立場的打工仔 都不是那麼容易做 當然 怎麼會啊 你什麼什麼 你做自己 當然是可以做自己的 但當你做到某一些職位 如果做一個很前線的員工 比如 如果 你去Food Panda 送一個餐給人 你任何政治立場都可以 如果你說 你做到某一些職位 某一些高層 要跟一些開大會 對著某一些大腦 其實你很難去 有自己的立場 當然你可以收到自己 那收到自己就可以了 那就不是 有時候 你都要做一些 自己 不是自己想的 的事情 沒有辦法的 這次阿布泰就 其實我覺得他本身的生意 都不太好 其實他割不割席 都不太分辨 因為 他的貨物都越賣越貴 而且 我們去泰國 或者怎樣成為泰國 其實 某程度上 都是消費指數比較低 我們才會覺得 那裏是正的 我們才會買他的貨物 而他買的 其實 那個 價錢 跟本地貨物 都不相差很遠 甚至有時候會是 貴一點點 有很多人 即是熟泰國的人 就會知道 嘩 阿布泰是很貴的 那些東西 即是 就是 有關係 那 其實 香港從來都是 未必一定 一定是貨 是貴的 未必是 即是 很多 因為 香港 你做生意其實有很多 其他不同的開支 電費 燈油 火納 人工 還有 租金 租金是一個很厲害的東西 當然 人工也是很厲害 因為 你 沒有這麼多的價錢 真的沒有人會做 連在家裡蹲燈都不會去做 大家這個最明白 那 租金高 大家也會知道 其實高度是離譜的 要不然你不用在漂亮的位置開 如果不在漂亮的位置開 你又真的不會有生意 香港 聽聞 阿布泰 好像 欠 不知哪裏 那間店 欠百多萬 那裏欠幾十萬 很多人就覺得 你不可以欠人錢 你是黃店 你這樣 哈哈 我不知道這個理論 或者是怎樣 生意 就是 生意 你賺不到錢 就會 拖租 因為 你始終 在疫情 你做一門 這麼巨型的生意 其實 你 真的很容易會死 因為 阿布泰 死的原因 以及 EON 為什麼沒事呢 可能大家的後台不同 我想 阿布泰 零食方面 是 太多 因為 始終零食 不是一個 必需品 很難 可以 哎呀 我每天去買一包薯片吃 我吃 我死了 吃這麼多零食 是不行的 不可以這樣吃 所以 某程度上 他都會靠一些生活上的用品 但是 可能 某程度 可能 某程度 有些就不太適合用 有些人就會很喜歡 當然 他又不是包含了香港 大部分的人 因為香港人始終是 我們 始終 我們 我們自己最愛的那個國家 是日本 其次呢 都是 韓國 因為韓風景 很難才會去買到 馬來西亞 或者 泰國 那些 為什麼我們去買那些呢 那些一定是便宜 很正 我們就會選擇 很少會說 純相喜歡 泰國貨 就是 少一點 不是沒有粉絲 是少一點 所以 其實 阿浦泰做到這麼大 這麼有規模 是有一定的風險 現在 就是 預證 疫情 不用說 疫情 加上 其他 社會運動 這幾年 生意 就 很嚴重 沒事的 去到現階段 黃色經濟圈 其實都 不太重要 大家都 心裡有數 也不會再介意些什麼 不然 就離開了 離開了香港 或者計劃如何移民 那 小弟呢 到今天為止 就是 期待著 派錢 沒什麼特別呢 希望 大家 可以度過一個 不錯的 復活節 始終 有些假期 有些 畢業之才 是開心一點的 好了 先不說 那麼多 其他廢話 現在 即時 講一講 今個星期 我介紹一套 什麼戲 這套戲 就是 就是 搞到 會不會是滿城風雨 又未是 就是 禁了 大家 想著 這套戲 然後 無緣無故 發行箱 就 停止了 這件事 究竟是否真有其事 那套戲 就是 比較敏感 小熊維尼 血與物 小熊維尼 大家知道是什麼 我想 他正在反映著 迪士尼的小熊熊 我不知道 哈哈 像是 那樣子 就是 醜 那 大家如果想起小熊維尼 就會 影射 一個人 大家 心裡自己想 我不會說出來 說完之後 雖然不是很多人聽 但 正所謂 隔場有異 我 就 免得被人 消失了 消失了之後 這套戲 就很珍貴 我就不想 不想 遺作 死了之後 才有人聽 決定 沒有人聽 就算了 那 小熊維尼這套戲 究竟是說什麼呢 我自己看的時候 我都會覺得 什麼 究竟是否有一個人 去扮小熊維尼 去殺人 究竟是有什麼特別 或者 導演是否想到 什麼 很厲害的橋段 才會拿小熊維尼去惡搞 然後 想到一些事情 才去拍 那 大家 第一時間 就會想到 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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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呢? 馬上說一說小紅維的血蜜是說什麼的呢? 名字都說得不錯 血語蜜 大家有些事情想到 難道是斬了一刀就疼他一口 現在馬上說一說什麼 這部電影是基於童話故事 童話故事開始的 不是用真人的手法 用卡拉東的手法去表達 有一個小朋友小時候就跟小紅維尼玩 還有一個叫做Pooey 類似的豬 小時候就開始人類和Winnie the Pooh 和另一位豬人 很開心在一個森林裡玩 每一天都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我自己覺得就是人類世界走進森林裡 看到一些奇異的東西 或者你會把這些成為自己的秘密 沒有公諸於世 每一天就和這兩個真實的卡通人物 在這裡很開心地玩 帶東西給他們吃 因為人是會大的 這個童話故事就在這裡就畫面了 人大了 難道是小泰山嗎? 他就會出去做城市人 有一天這個小朋友長大了之後就離開了 離開了之後 這個小紅維尼和另一位 那位豬人 我忘了他的名字 沒有人理他們了 他們都沒有東西吃 他們就變獸了 時間一長 就覺得這個人類 這個人拋棄了他們 就覺得人類是不可以相信 而且令到他們 很舒服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試過被人拋棄 年輕的時候 拍拖 或者可能性 會不會有個 現在我是男士 會不會有個女人 或者你追的時候 他可能被你追到 然後他就 這個星期之內 就覺得 你也是一般的 不如我們不要一起 我也沒有想過跟你一起 不過那一刻 我就真的 不知道為什麼走錯 讓你拖一隻手 不如我們分手 即是被人拋棄 被人拋棄了 大家的心裡會怎樣 是不是覺得 你不選我 是你不懂貨 哈哈哈哈 是不是這樣 會不會這樣 接著就會產生 你之愛 就會成為狠 我這麼喜歡你 你不喜歡我 你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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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屎吧 可能男士 罵完 可能一個星期就 遞過 你手上沒有貨 你就一直生氣 如果你手上有 其實就 不要緊 OK 可能大家不適 先保持 先保持 可能 半年之後 大家是OK 很難說的 女士 如果被男人拋棄 一定是 狠 你男人真是壞人 不是好東西 玩完就丟 有很多怨言 又要報復你 女士 可能沒有男士 那麼豁達 有些女士是比較厲害 有些就 反過來 什麼都有 總之 我想帶出的 就是 愛的反面 變成是恨 可能這個小熊 就是一個單純的小熊嬰 就覺得 我有這個人類的朋友 我很開心 大家突然有一天 就離開了 就是 因為這份友情 突然間不見了人 就 成恨 他們就發誓 要報復人類 殺人類 總之 人類就是壞的 如是者 過了五年 五年之後 這位男生 長大了之後 他就連同一個女生 說要帶這個女生 去一個地方 告訴他 我小時候在玩 我帶他去看一件事 就想帶他去看 小熊維尼 這個卡通人物 其實很合理 因為 我不知道 大家 小朋友的時候 有一個地方 是很喜歡去玩 或者經常都去那裡 那可能只是 你知道的 那 你長大了 你會很想帶另一半 一起去經歷一下 你自己的童年 究竟是怎樣 我想說多些東西 讓他知道 我小時候就是這樣 我很想分享這份快樂 給你另一半 這是很合理的事 帶他去另一半 去找這個小熊維尼 這個女生 都不相信 有這件事 因為其實他就說 你真的很有幻想力 你小時候 很多時候 你說 如果你說 你男朋友 或者女朋友 跟他說 我小時候 經常跟小熊維尼玩 米奇老鼠 隔壁燒東西吃 他還餵我吃棉花糖 那你就覺得 你小時候是不是 撞東西 你是怎樣 沒有理由 你不是說 你肯定不會相信 你真的很想像 你吹水 你想帶我來 交外 對 什麼 那 是不是 用這個藉口 帶他去野餐 我不知道 的確 他越走越進去 對 這裡就是我小時候 經常玩的地方 但是 跟他小時候 當然不一樣 以前小時候 這就是一個童話世界 去到 五年之後 他來這個地方 現實的時候 很多東西已經很舊 壞了 或是 骯髒 已經不是當年 那麼 童話式 那麼英俊的 一個景象 他旁邊的女士 原來是他老婆 他就很害怕 他就說 不要啦 不要走啦 這裡是森林 因為 你森林 除了撞東西之外 也有很多危險性 因為 外國森林 就不同 香港的行山 那個森林 因為香港也會有蛇 會有猴子攻擊你 搶你的朱古力 有蛇 一見到你 就比你害怕 但是 外國就不同 外國真的會有 真的會有隻熊人 如果你去荒山野 你真的會有野狗 野豬 香港也會有野豬 但是 香港野豬 就 不會攻擊人 哈哈哈哈 OK 不會 OK 我就不說了 好了 那就 那 那就 欸 哈哈 哈哈 那 那 他很害怕 就叫他老公 走 不要再留在這裡 他老公 因為他很熟悉 因為 你小時候 跟他那麼好 你會覺得 他不會攻擊我的 他會認識我的 對不對 他會和我很友善 他還好奇心 五年之後 會看回 究竟 怎樣呢 我的好朋友 其實 你小時候 看到一樣東西 這麼驚訝 超越人類 你很想知道 例如 小時候 見外星人 你很想帶回 看外星人 還在哪裡 很想知道 很好奇 究竟會變成怎樣 就算 大家有時候 都會想回 我以前的女朋友 究竟是怎樣 會不會這樣 我不會的 你都會想回 你以前的另一半 究竟會變成怎樣 是否老了 如果漂亮了 唉呀 我扔掉 如果現在肉酸了 好奇 嚇死我 好奇 我當年 那個決定是 It's right 可能是這樣 那 我先說一下 那 那女生仍然覺得很害怕 那男士呢 一路走 走 走到進去 他比較深入一點 在森林裡面 就看到一間屋 他就說 這個就是我以前住的地方 真的 這個就是廚房 而話不說 就衝進去 那女朋友 老婆仔 就跟進去 一個人在外面 很危險 對不對 那 進去的時候 很害怕 因為很舊的 而且很奇怪 很煙臟氣 總之 這個感覺 就覺得 好像是一些 深山大野人 突然聽到 外面有聲音 那 我們正常人 如果偷入去別人的地方 不知道為什麼 就算你偷入自己的朋友 家裡 或者你偷入一些 總之你偷入的時候 如果有人 你不知道為什麼 有一種反射動作 你就會躲起來 是不想被人知道的 那他們就做了這個動作 那 其實可能他開明顯身 啊 你好啊 小紅衛尼 我來探你的 你怎樣 那就會大方得太 但是他沒有這樣做 他選擇了躲起來 因為他 大家都去到這個位置 有點害怕 不知道是什麼 那女生呢 就 躲在床尾 那男士呢 躲在床底 那他就 那些是童話來的 那些人 那些人 就不太太太 那他就躲在床上 那他就一直等 那就是童話來的 就等到天黑 那他倆就覺得 那些人差不多睡著了 那些人就想出來了 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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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 會整醒了 小紅衛尼 那些 那些豬人 這對夫婦小心翼翼地走下去了 想離開這個地方 通常他跑不掉 想跑的時候 無緣無故豬人 原來豬人叫佩琪 Packy 從後拿著鐵鏈鎖去 然後就把他老婆追著 這男生就覺得 你做什麼事啊?我是你的朋友啊!佩奇,你停手啊!你做什麼啊?那個是我老婆來的啊! 現在才這樣說,太遲了,不如你一早就大大方方,帶點東西吃,你什麼都不帶來,又打算說話就不太合理了 如果你真的帶點好東西來吃,帶點iPad啊,帶點iPhone來孝敬你兩位老朋友,就好一點點,比你少打兩槌吧! 你什麼都不來,還要偷進來,然後又好像不太好,令到那兩位...這兩位就...我也不懂形容,卡通人物就比較...沒有那麼友善 接下來就把他老婆懷疑了,覺得他老婆就被人懷疑了,已經不能救了 身為老公呢,在這個時候當然要做什麼呢?當然要離開了,對不對?他沒有救他老婆啊! 這些人渣,千萬不要這樣做啊!男人是不會這麼壞的,一定是會激憤不顧身,把這個豬人打敗,然後救回自己老婆 這個外國的男人就不會這樣做啊!因為可能他...特地帶他老婆來這裡呢,其實是寧有目的的 就可能目的達成了之後就離開這裡,可能是這樣我覺得 他就...真是挺好戲的,他裝得都好,好像不想他老婆死一樣 他就走了,走的時候呢,當然沒那麼容易啦,對不對?這些人渣邊又可能... 小熊維尼在那裡等著他,然後小熊維尼就越走越近 男人說,你不要啊!你為什麼要這樣做啊!不關我的事啊! 就說了一大堆廢話吧! 他已經失去了理性的小熊維尼,怎麼會... 聽你講啊!當然一定是搞定你啦! 那個畫面就一拍就拍了啦!用卡通的手法就... 我自己意會到就是煮了他們吃的這樣 那真實當然是...看下去就知道啦! 鏡頭一轉,另一個新的故事就發展了啦! 另外,女主角終於出場了! 那整套戲就是大家很期待的美女,一班美女就將會出現啦! 所以說這個女主角,一開始就是看一個心理醫生,就說自己... 哎呀!我整天很有陰影啊! 那心理醫生當然是...你放鬆一下啦! 你在一個比較安全的地方啦! 你關心啊!不如去湖邊啦! 去一些郊區那裡關心啊! 那就是證合這套戲的恥意就是... 去阿馬小熊那裡... 那就是... 那就是帶一班女兒過去被她殺啦! 那這個是一個劇情的... 那就是必要的! 那如果不是這套戲有什麼好說呢? 那你小熊你沒什麼做嘛! 不殺人! 那不殺人有什麼好看呢? 那就是一定要安排一班女兒去被她殺的! 那這套戲呢就是... 那剛巧有一個女生呢... 就是她看心理醫生... 她說被一個男人呢... 就是偷入她的房子裡... 那... 令到她呢... 就是...偷入她的房子裡... 就是... 就是偷入她的房子裡... 其實一個男人呢... 是... 一個馬老呢...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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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那女士也會很害怕的 因為她自己漂亮 她不是...她欲酸又... 我又變了歧視了 她漂亮當然會覺得很保護自己 我不是說不漂亮那些不保護自己 你不漂亮其實不用這麼保護 其實不會有人走過來 只要有人走開 這個不代表本人立場 這個只不過是我在說社會那個... 那個...大小 我自己...我自己不是這麼看 哈哈哈 她是帶十個才對 好了 那... 先說一套氣 醫生建議她交遊一下 那女主角也好 那我又試一下 那女主角有很多朋友 約了四個女生 我忘了幾個 全部都差不多了 那去到... 這個郊外 大家去... 放下一下 釋放自己 那... 很喜歡的 我那個人很喜歡大自然 在華人的心目中 我那個人很喜歡大自然 這個是... 是不是事實呢 我不知道 我想沒有人不喜歡大自然 可能是一些比較喜歡賺錢的 就覺得... 賺錢吧 看什麼大自然 看什麼海 海景是... 回家 是那層樓有才看的 沒得看的 那... 如是者 幾個女生 就進去這間 度假屋 那... 就很開心 那... 正如我剛才所說 那... 那... 這間屋一定是在小熊維尼附近 小熊維尼就... 就是... 玩得悶悶的 就是... 會四出去看看 一定是這樣 那... 那時候呢 這班女生呢 進去那屋之後呢 就有個女生主動出來 啊... 收電話 你們不可以收電話的 因為呢 現在我們來度假 那... 我就不想你們呢 就... 整個旅程都在這裡 看Twitter 或者看Instagram 不想你們這樣 不想看... 不要跪上網 就收了所有人的電話 那... 那... 有些人就覺得... 那... 那... 最後呢 都收了所有的電話 這個是... 就是... 一個很合理的安排 那... 令到... 大家呢... 小熊來的時候呢 就... 沒有電話呢 是... 很合理的 之前就先做了一些事情 令到... 再... 比較... 聯絡不到外面 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那... 這是一個小小的鋪排 那... 那... 那個女生呢 就遲到的 遲到的 那... 自己開車 那... 就開車進來 打電話給那些女生的時候呢 就... 就... 說... 哎呦... 我不知道自己在哪裡啊 你快點聽電話啦 嗯... 我不懂路啊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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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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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 剛剛呢 遇到小熊維尼 在這個時候 小熊維尼呢 是個人呢 就很... 很... 很... 整個口... 我不知道是蜜糖還是口水 總之就... 沒甚麼表情的 都是奸笑的 我自己覺得她就... 恐怖嗎 嗯... 我不知道的 你... 大家看我就覺得她 我想打她 這樣 看見這個女生就走過去,女生在荒山夜嶺,看見一個怪人,通常女生是以貌取人的 如果一個帥哥好像最熟悉的MIRROR,姜濤,他就沒事的 他會覺得,姜濤為何會在這裡,我抱一下你,可能會這樣 但如果見到小熊維尼的馬路,他會覺得,啊,什麼事,好害怕啊 就是一個很正常的反應,他就離開,小熊維尼看見,嘩,很獵物,你走就好 好像一隻狗一樣,如果你看見牠跑,牠會很開心,因為牠是獵物,如果不跑,牠會沒有人 牠會咬你幹什麼,你都不動,你要動,牠會追你,牠才過癮 然後牠就離開,小熊維尼就追她,然後就進了一個舊的一個廢墟的工廠 然後就躲起來,這套戲經常都是用一些舊的手法 小熊維尼就躲在這個洞裡,小熊維尼就經過,見不到牠就走了 然後走出來,原來小熊維尼就在這個屁股後面 小熊維尼就很厲害,牠一手就把那個女生的衣服 我不知道為什麼牠會做這個動作,可能牠...不知道,可能牠會不小心 牠一手打算撐著那個女生,誰知道牠就扯爛了那件衣服 這套戲整個最三級的位置就出來了,2B而已,2B而已 現在我想這個年代就...一級的了,我不知道,開放程度就... 沒什麼特別了,整件衣服 其實我覺得...看到這個位置,是不是港產片 以前舊的港產鬼片,因為以前舊的港產鬼片 一定會有一個女演員一定會爆衣服 總之一定會給你一些東西看的,甚至乎一些... 我不知道牠是否因為不覺得對這套戲沒有信心 就是把女人脫下衣服,可能是這樣 其實我以前看的那些山狗,甚至乎... 這個...什麼...三郎奇案那些 都一定會有這些... 不穿衣服的鏡頭,可能令到這套戲比較... 如果保守的人看,就會覺得很重心 這套戲很厲害啊 看到女人脫下衣服就覺得... 嘩...嘩...嘩... 這樣的一套戲,這樣都做得出來的 神經病,脫下衣服很瘋的 現在的人可能會覺得... 脫下什麼衣服啊,白癡 穿回去吧,樣子很醜 可能會這樣 可能這套戲不太有信心 首先就找了很多女生 來搭配小熊 現在還要脫下衣服 那我就覺得... 這套戲就... 哦...原來是... 原來他除了殺人之外 還會... 就是... 會有... 裸露鏡頭的 那就是三級吧 2B啦 那就變了... 整套戲就... 有些東西看啦 那小熊維尼就... 他脫下衣服之後 就不會... 就好像其他男士會... 對啦 就不會脫下衣服的 對啦 純粹殺了那個女生 就... 就是把他放進一套 一個舊的工廠裡面 那一套水浴機是沒有壞的 那就... 應該是碎了一些廢鐵的 那個是一個環保機器 那順便就丟了一個人 碎了他 這樣...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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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到大家害怕啦 那... 那鏡頭一轉呢 就... 沒有特別的 因為那個女生死了 就... 不是什麼大件事來的 我對那個劇情影響很小 這樣... 正當呢 我就... 看這個位置 其實是不是... 基於一個童話故事傳說 去... 反映到... 原來... 究竟有沒有真的 小熊維尼這隻怪獸的呢 就是這個瘋狂的 就是殺人的呢 我不知道那個性別是什麼 小熊維尼 我猜是男人 男... 男...男的小熊維尼 那... 就... 是不是一個傳說來的呢 那這班女生 究竟是不是 跟小熊維尼 一隻狗呢 就是這樣 那... 就... 然後... 鏡頭一轉呢 就... 立刻就...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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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那個... 那個男人啊 就是... 那個男人啊 就是...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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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還... 就把戶口拿出來 告訴他 我不知道那個戶口是不是 那把頭髮也不知道是否被他拆掉 總之是在打他,虐待他 那男人就說不要啊,你不要打我啊 其實就是在教導之前和他玩過的小孩 他沒有殺他,是不是就是血與蜜 蜜就是這個位置,雖然我討厭你,但我也不會殺你,只是虐待你 那電影到了這個位置,另一個男士最喜歡的鏡頭又出現 裡面有一位女士不知為何要單獨地去浸浴 穿著穿泳衣,其他朋友就不知死了 導演就沒有什麼特別的理由 純粹是他很享受自己自拍,拍下自己很漂亮 那一支身長很好,就一直拍,可能是在上傳給別人看 現在都很多這些,少女就 想表現自己,也不少 可能就是收下兵 然後就拍,很滿意自己 看回自己的照片的時候,就發現自己的背後就拍到,咦?為什麼有一個人在這裡?人形的,紅樣子的,突然就驚起來 我覺得這個位置就蠻有趣的,自拍之後就拍到一些不想拍的東西,好像有些靈異照片,可能大家看回才知道這件事 就即時覺得,即是 alert起來,就覺得不行,好像有一個男人,沒有的,太遲了 這件事,殺人這部電影就去得很快,不會鋪排性要死,就馬上撐出來,死法就比較創意一點,大家可以去看 如果連這個位置都說完,其實這部電影也沒什麼特別的了 老實說,我講這部電影的原因是因為,他被人禁播嘛,我幫大家看了,大家可以考慮這部電影看了 總之死掉了,這部電影的發展又不會說,哎呀,女主角又怎樣鋪排,跟他鬥之後,沒有的 純粹就走出來,哎呀,我的朋友死了,糟糕這部電影,即是當面就看到小紅維尼就兩,即是一班人就在那裡追逐啦,你又快點,我又慢點,我又要殺人啊,等等 女主角呢,那女主角呢,無緣無故被人追追逐,那就走進去小紅維尼,那回家又會看到男主角,又要救她,等等 即是,為什麼會說到這麼不知想怎樣呢,其實這個次序不是太重要的,只是這部電影其實呢,其實呢 就是普通那些,什麼什麼殺人,德州電鋸啊,或者其他不知殺人狂那些,就比較,還比較平一點點的劇情 只不過是一班女呢,就去到這個地方,然後就跟小紅維尼就相緣,然後小紅維尼就很單純地呢,就把這班女呢,就逐一擊殺 那就沒什麼說鬥志鬥力那些東西,那怎樣死,怎樣殺呢,我不怎樣大交代,總之就,就是因為這部電影其實都不是太長, 沒有什麼好看的,還有小紅維尼不是什麼特別的,很特別的,醜化小紅維尼 所以我很想重anger,究竟因為 His導演是不是真的很討厭你的 condition 對拉,真的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當裬屬…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假裝 Onnue… 就是 like… 是……p… 不知道是不是… 是不是真的是不喜歡的了 可能他就不太喜歡小黃維尼 對啊,那就對 FörTERPed 就拍了這部電影之後,就導致小紅維尼,就醜化她吧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什麼目的 因為我覺得這部電影其實是... 不知道在做什麼的 就是殺人 好啦,先說一下尾 給大家看看是否真的好看 女主角呢 怎樣都跟小紅維尼大戰 先說一下佩琪 Packy怎樣死 突然有一個女生 不知道為什麼就發威了 但是拿著鎚子 就打了Packy一下 Packy就暈倒了 最後就綁起了他 女士就覺得 這一棍是代入誰殺你 這棍是代入誰殺你 最後把這隻豬豬KO了 那隻豬豬被人打的時候就慘了 小紅維尼聽到的時候就覺得 我的好朋友被人打 不行可以馬上回頭 所以就把女主角暫時放過去 這樣 這樣 這個女主角呢 另外另一位朋友 在這個時候就可以有時間 可以走出去公路裡求救 這樣 的而且有車剛好經過 有一群馬佬 我覺得這群馬佬比小紅維尼 危險 小紅維尼就會殺你 那群馬佬在殺你之前 要做多少少事才殺 你看一下想怎樣 看看你想馬上被殺 還是 隔一會才殺 他就向這群馬佬 那群馬佬 那群馬佬 帶小紅維尼頭套出來嚇人 不要玩啦 神經病 HALLOWEEN 就是他不會說這些對白 那他走過來 就說 你怎麼欺負那個女生啊 說一些很正義的 那這些叔叔說這麼正義的 其實都挺搞笑的 哈哈哈哈 土著啊 四個就圍著小紅維尼 哇 你一拳我一腳就不斷打他 初時小紅維尼就佔下風 真的不夠打 其實打完之後呢 就反轉了 小紅維尼就忍不住一擊 就抓到阿叔的臉上 阿叔的臉上一塊皮 就被他扯下來 那其他人就看到他害怕了 哇 你瘋了 原來他這麼厲害 那當然會死 這幾個阿叔 這幾個阿叔 一定是會死的 那 你怎樣死就大家自己去看 那這個女士就上了這班叔叔的車 馬上插車士 馬上開車撞到小紅維尼 就不理他 他就硬過去 斷過去 就是車底見 那 就 打算開車走 很開心 那 小紅維尼就是 原來他是一個忍者 他就 被他扯下了 在車底的時候 就 在這個車底上 就擋住了那個車底 那車底就爬上來 就 搞到這件事 當然會 停車 然後 會 炒車 那 那 女主角當然會下車走 那 不知道為什麼每一次下車走的時候 是走不到好像在做夢 大家有沒有發過惡夢呢 大家如果發惡夢的時候 一定是 如果遇到東西 或者看到一些驚險的時候 一定是走不到的 就是 那就是這些情況 他走不到的 不知道為什麼腳軟了 就是害怕到 小紅維尼就越走越近 就來 就來 KO的時候 這個時候 女主角放招 什麼招 就是 召喚了 男主角 我叫他 就是小紅維尼的兒時的朋友 男子 就 開車 非常之快的速度 就撞到小紅維尼 小紅維尼就 夾了在兩車之間 就 但是 我們 觀眾就覺得 是不是死了 如果我們看過往這麼多套 鬼片 Jason Bat Friday 猛鬼街 看這個 德州電脚殺人狂 看這些 大家如果看那些戲 就覺得這些小紅維尼是不會死的 對不對 他是超超超厲害的人 超人死都不死 你不知道他是什麼 可能是鬼 又是怪物 又是妖精 總之你不知道是什麼生物 總之他不會死 他就撞到那裡 但是 又會死一會 他的復原能力是超強的 可能是外星生物 不知道怎樣 他夾住的時候 大家以為他死了之後 男主角就 全身傷痕地 跟這個女主角 打算一起走 走走的時候 小紅維尼就 沒辦法了 因為 小紅維尼太厲害了 敵射力量 一定要 醒 醒的時候 一眼 又是牽著女主角 又是牽著女主角 那這次女主角還有沒有救 我告訴大家 是沒有救 小紅維尼就在身上 就是 作為一個殺手 身上 隨身有把刀 是很正常的 很合理的 小紅維尼都不 不例外 他身上也會有把刀仔 就是這樣 刺這個女主角 女主角就死了 死了 男主角呢 看到這個情況 又怎樣做呢 這個男主角呢 他很捨不得這位女主角死了 就是很耐弱 可能他小時候 就是 裙上迪士尼那些 比較BBD那些 他可能就不太堅困 他就一直問 小紅維尼為什麼你要這樣做啊 我是你好朋友來的 你為什麼要這樣做啊 他問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小紅維尼是不會說話的 他只會吃蜜糖 然後呢 對的 可以吃蜜糖 然後呢 所以 那些女主角就死了 就會繼續用刀子刺進去 一般 而男主角就看到 遠處比較會看到 他繼續刺 他都沒有辦法做任何事 因為這個小紅維尼其實是 是demons 我自己那麼說 對於現在 那部電影才是 在拍攝地插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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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覺得 我看得差不多結束了 但這部電影就真的結束了 其實我看這部電影我一直期待 小熊維尼你可否交代一下他是什麼呢 究竟在哪裏衍生出來呢 究竟他的品牌是什麼品牌 究竟是否真實的Vinnie the Pooh 還是在哪裏變出來 還是傳說 你能不能看迪士尼 如果你只看明星期老鼠 不看Vinnie the Pooh Vinnie the Pooh就會來殺你 是不是這樣 你給我一個故事 令到我覺得他在哪裏 其實我看這部電影很期待 什麼生物 或者是否是人辦 或者是在尾巴怎樣打敗他 或者是他又如何復活 其實他也是在玩 猛鬼街 Jason 那些 Bat Friday 那些 可不可以得到電影殺人角 又是那些大佬啊 你可不可以 不要這樣 沒有什麼 香港從來看這部電影 只有一個原因 想看這部電影 只有一個原因 我不知道 那些人的原因 我自己就覺得這部電影 是值得看的 我才會看 其他人的原因是什麼 我不知道 還有發行商 為什麼突然間不發行呢 那可能 其實他跟我的立場一樣 看完這部電影 覺得 喂大哥 這部電影 正在虧了 看完出來 一定是一聲 但是 雖然你背後有個 異景在那裏 但你 都不足以 令到 這部電影好看了 我自己覺得 那我今次說這部電影 我不知道 真的 不知道 推不推介給大家 不過大家可能聽了 聽我說 聽我說 就是大家衡量 究竟應不應該看這部電影 那就是 我覺得這部電影最好看的地方 就是 怎麼把一個 這麼有趣的卡通人物 變成一個 噁心人 看看那些女人 那些女人 就是 就是 怎麼耐弱 怎麼廢 就是 如何測試身材 還有 殺人 也不算有什麼 特別創意 我覺得 就是 可能有些 噁心的鏡頭 就是 有些拋腸 有些骨 砍血 有些血 血淵物 那 就 嗯 其實我 有另一部電影想看 不過 我原來 日本 有另一部精子的電影 我還沒看 不知道 看了 我可能會推給大家 不過 大家 心日文心 精子 就是 他有一個 很恐怖的角色 但是 他又是一個 很紅的角色 就是 大家就很害怕看到他 但是 又很想看看他 究竟他有什麼 看看他 以下來的故事 會怎樣 大家又愛又恨 這個角色 喜歡 喜歡 恐怖 恐怖的角色 就會喜歡 這個星期 我 算不算推介 大家 一直都很想看 但香港 可能有機會 上不到畫的一部電影 我就在這裏跟大家說 其實我之前也有很多人去評論這部電影 那麼 少看的 就 不是 從政治角度去看的 那麼 如果你說 政治 去外國 去玩 其實 就是 什麼奧運會 什麼奧運會 那些 播放國歌的情 那些 其實已經是玩完 那些 如果真的 會不會有人瘋了 拿錢 拿資金去做這件事 我想 扮小熊維尼哥 應該會被人暗殺 那 可能不開名 或者可能 我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背後的動機是什麼 因為 其實 如果 2022年 去拍一套 恐怖片 如果沒有一個 很特別的故事 沒有一個 很合理性 沒有一個 很爆的機器 是收了很多戲的尾聲 或者尾段 其實 我覺得 不太成立一個 一個 金主 去付錢 的 動機 因為 你的 最恐怖 你的 小熊維尼 去殺人 其實你在海報的時候 已經告訴別人 那 這套戲 還有什麼看呢 有一群女 被殺 其實沒什麼特別 其實 你說 如果去到最尾 有米奇老鼠 做背後 你 就會 聯想到 會不會有唐老 阿爸 會不會有白雪公主 會不會有這群人 會聯想到 會不會有這群人 小熊維尼 小熊維尼 在哪裡變出來 如果後面 有一個 很爆的故事 說得通 其實 這套戲 阿金主 就會被一腳 但如果完全沒有 的話 就純粹 殺人 不知道幹什麼 那 為什麼 這小小 會跟小熊維尼 玩 又沒有 怎麼交代 故事的開端 為什麼會有這件事發生呢 有一天去迪士尼玩 玩完之後 小熊維尼跟著他回家 不知道 然後又怕他媽媽 養 養小熊 可能藏在這裡 那他就 怎麼樣呢 或者是否有個靈魂 或者養鬼 上了公仔身 他又沒有交代 這個小熊維尼 是會成長的 對 那我就覺得 這件事很奇怪 不要緊 不過 總之 有頭 但是 沒有交代 為什麼會這樣做 其實 這個年代 很多人都想知道 為什麼 有些事情 你知道了為什麼 你就不會問 對嗎 而且 你不會再去做 因為知道為什麼 我也知道為什麼 你會這樣做 我不好意思 對不對 再做下去 也沒有意思 因為我知道為什麼 對 那這部戲 沒有一個 確實的答案 如果這部戲 可以收到的話 應該會有前轉 或者可能 第二集 就會說一下 究竟 這個究竟是什麼 可能會這樣 聽聞呢 我自己上網查過 不知道哪裏的票房 是很厲害的 五千多萬 美國的票房 可能 美國那邊的華僑也很支持 我不知道 哈哈哈哈 我不知道 其實這部戲 劇情就沒有什麼 反映到什麼 什麼 那 那 如果你說要禁 那 又不能說 那 你不如叫迪士尼 那個 小熊維尼世界 就接了去 對 就玩另一個 叫屎的仔世界 這樣 那 沒什麼特別的 我想說話 就是這麼多 下個星期 我會 介紹另一套 就是跳出去Netflix 因為Netflix 就差不多 我覺得 沒什麼特別的 不過跳出去Netflix的世界 會有更多不同的戲種 希望可以 就是 介紹到一些 好的電影給大家看 那 下個星期再見 希望我會有些新搞 希望 那 我是Andy 拜拜 天啊 嘩 好